猛琴部隊解封小丑女 作為2016年自殺特工超能部隊的外傳 家常又有小丑女馬哥羅比丹大奇 電影上映後後悲不錯 當中猛琴部隊的幾位女演員 演出也備受讚賞 飾演女獵手的瑪莉伊莉莎白雲斯蒂德 就最為搶鏡了 原來她13歲就出道 演過《莫世街十部診》多部經歷片 現年35歲的瑪莉伊莉莎白是一位美國演員 早起13歲就已經出道 取從小隊表演很有興趣 學習過芭蕾舞和演戲 也學過著士舞 加入過國際兒童合相團 05年加入了《超級英雄》的行列 演出迪士尼《超人高校》 令瑪莉伊莉莎白累積了一定的人氣 不過說到最令影迷深刻的 就一定是之後多部經典的經略恐怖片 好像《死神再三來了》 《不死殺陣》 《絕命聖誕夜》 以及近年相當賣族的代表作《活世街十號》 有網民表示最近入場 看完晚琴部隊解封小丑女 都差點不認得這個女碟手原來就是她 好, 再次回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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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